你肝痛吗? 嘿 自从樱花季过后 店里客人也多了起来 月导一下课就会过来帮忙 晚饭时 红叶提醒月导不要太勉强自己了 半夜男主起来上厕所 发现月导房间灯还亮着 他好奇地进去查看 月导正在挑选照片要发布在社群网站 另外他还想要制作宣传单和集点卡 这样对店里的营收应该会有正向的成长 男主却感到不解 他不过是来打工而已 为什么却拼命到这种地步 月导透露自己被这家店所拯救 这一切都多亏了奶奶 所以才想要守护奶奶的咖啡店 但男主觉得拿一份工资做那么多事也不多 让他跟平常一样工作就好了 怎料月导以为男主是在嫌弃他 曾经母亲嫌弃的画面浮现脑海 莫非自己的努力仍然是徒劳无功 气愤地质问男主 那他就竟该如何是好 然而男主只是在担心他的身体壮膨 如果照这样一直下去 月导的身体迟早会支撑不住 虽然他这个店长做得不是很好 但是他一定会重振这家店的 所以月导只要为自己的事而活就好了 这句话奶奶也曾对月导说过 月导委屈地哭起来 声称这是肝眼症和花粉过敏 隔天男主再次与众人召开会议 讨论该如何带来更多生意 此时红叶吃完饭起身正要离席 原来今天是他的休息日 红叶在某个乐队担任吉他歌手 今天正是他们演出的日子 大家都很好奇乐团的具体信息 但是红叶却表示不过是个小型乐团 不需要特地过来捧场 这时白菊提到店里的烤箱不太好用 让男主去超市买个新烤箱 却在路上听到路人在讨论 一个名叫红叶的歌手 男主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跟随着路人来到地下演唱会 没意外看到红叶在台上激情四舍 台下的观众也纷纷鼓掌叫好 演出结束后 乐队成员邀红叶一起去吃饭 但红叶却拒绝了 因为他和家里人约好邀一起吃饭 男主早在一旁等待红叶出来 红叶惊讶他怎么在这里 得知男主看了自己的演唱会 红叶射死的捂住脸 让他不要跟其他四人爆料 在回去的电车上 男主询问红叶 为什么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乐团的事 可红叶却觉得被熟人围观很羞耻 男主觉得有梦想是件好事 在红叶能靠音乐谋生之前 他会努力不让咖啡厅倒闭的 红叶却表明 只是把乐队当作娱乐而已 做这些并没什么特别的意义 但男主可不这么认为 如果红叶不是抱持着热忱去唱歌的话 是无法打动底下观众的心 因为他就是那个被感动的人 还情不自禁地买下乐团的专辑 他可不会把钱浪费在没有价值的东西上 文言的红叶露出欣慰的笑容 这天 五位妹子刚好都在放假 懒洋洋地在客厅闲聊 而男主则出门去买咖啡厅要用的东西 妹子们享受难得的悠闲时光 谈起咖啡厅也重新开张一个多月了 从男主本来要赶走他们 到现在大家一起努力经营咖啡厅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月导有了新的疑问 要是一年后 咖啡厅要继续经营下去该怎么办 他们也不可能一辈子都待在这里 白菊猜到时应该会再招聘新人 或者是结婚后和妻子一起经营这家店 月导与樱花率先表示 他们才不愿意和男主这种人结婚 秋水倒是蛮喜欢男主的 除了会陪他玩之外 还会把饭分给自己吃 妥妥的宠物犬思维 怎料红叶却觉得自己能接受男主 此话一出 四个妹子都傻了 下一秒红叶才说是开玩笑的 樱花与月导却显得很在意 想知道究竟哪段是真哪段是假 而秋水很兴奋地在房间乱跑 却在这时男主从外面带了蛋糕回来 把人用力地撞倒在地 眼看男主即将发飙 秋水集中生智 遗憾的是男主并不领情 两人开始了你追我跑的戏码 这天 月导才刚回到家 就听见门后 传来男主和白菊嗡嗡嗡嗡的声音 震惊两人莫非在做什么羞羞的事 他生气地推开了房门 却看见白菊正在教男主做三明治 月导才发现是自己想歪了 他决定和白菊一起教男主做财 怎料男主却不领情 他觉得像三明治这种简单的料理 让白菊教他就好了 随后两人继续制作三明治 月导见到他们这么亲密很不适自卫 于是将两人给分开 他觉得白菊的火腿三明治已经过时了 现在年轻人会更喜欢 生火腿配上熏牛肉的新潮三明治 但白菊表示这是奶奶传授的口味 而且很多老客人也很喜欢 虽然男主觉得两个都挺好的 不过奶奶的做法确实是有些过时 闻言白菊大受打击 赌上奶奶的名义 要和月导来场三明治对决 两人都做出一份三明治要让男主试吃 可男主却只顾着吃自己的失败品 他已经没有多余的胃口去吃其他的了 至于谁的好吃 就让其他三人来评价 自己则要先回房休息 没想到男主智商在线 甚至无论选哪个都是送命题 那天樱花找上男主 他发现秋水相当反常 早上竟然是慢慢从楼梯走下来 吃饭时也没有要求添饭 连打工时竟然都没有出现失误 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樱花担心要不要带秋水去医院检查 但男主觉得他讲得太严重了 而且他现在在盲新电脑的设置 到了晚上打烊时间 男主也感觉秋水不太对劲 从红烟那里听说 秋水前几天在空手道比赛中输了 晚上男主把秋水叫来房间 问他关于当天比赛的事 秋水透露对手是奥运比赛的预备选手 连教练都让他选择放弃 毕竟一个人再怎么努力都有做不到的事 男主认同现实的残酷性 不过他不觉得秋水是因为没才能输掉的 以他对秋水的了解 芭城是太纠结于某个招数的关系 建议他做一些自己能力所及的事情 而不是钻牛角尖在某些地方 樱花也在安慰秋水 让他赶紧打起精神来 秋水受到了鼓励 既然波动拳不行 那就尝试其他新招式 两人一脸猛逼 在询问下才得知 秋水在比赛中想发动波动拳 结果被对方一招给Kale 事后教练气得大骂怎么可能放得出来 秋水也重新振作起来 又开始中二的喊起招式 怎料一个手滑 再次把男主的新电脑给砸烂了 眼看男主气到变脸 秋水又使出旧招 没想到男主真的柔了 樱花一时傻眼 将哑铃砸在男主的手机上 成功完成双杀 这天店里来了许多客人 三人一时间忙不过来 男主回家想找月导帮忙 月导却因没有排班拒绝了男主 闻言男主想叫樱花和红叶过来帮忙 怎料月导挡在门口不让他进去 然而男主着急想找人手 直接越过月导推开了房门 没想到 经见两人在脱衣服 直接被三人轰了出去 到了闭店时间依旧没人过来帮忙 不过抱怨归抱怨 男主思索是不是自己太依赖他吗 仔细一想 虽然大家一直在扮演着家人的角色 但终究也是雇主与员工的关系 而自己早就没有家人了 为此他打算和五人划清界限 否则到头来受伤的只是彼此 就在推开门的那一刹门 妹子们为男主准备了惊喜 庆祝他当上店长两个月 为了不让他发现 月导才让樱花与红叶脱下了衣服 这样男主就不会注意到他们在布置客厅 男主才意识到 为什么他们今天会这么冷漠 原来一切都是自己会错影 现场气氛其乐融融 然而红叶看见手机来电 却显得有些反常 接下来剧情将会如何发展呢 关注我掌握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